一年一个鱿鱼游戏风行全世界 这个游戏为我们展现到为了金钱或生存 人性可以几黑暗 不过香港人从来都是生存游位的专家 我们在英国统治下生存 我们在中共统治下生存 我们经历过7387股灾 89民运 金融风暴 03沙士 金融海啸 一射遇散 都生存到 这次游位是怎样呢 GG Channel 一个全新综合的娱乐时事频道 为你们记录历史 见证时代变迁 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GG Channel 事播开始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来到7月30日星期六的GG Channel 我是Kelvin 今天我们又试一个新的环节 我试一个新的环节 叫GG财经 知 稍后才会讲知什么 为什麽是财经呢 大家知道其实我是金融出身的 虽然 发不了达 我一开始踏入网台 是做财经主持 我做了财经主持 已经做了十年 差不多了 我亦每天 现在是一至五 平日的每天都有财经节目 大家有兴趣所以多多支持 但我的财经节目主要是围绕 围绕国际新闻 围绕宏观 围绕美股 为什么呢 因为港股有什么东西 对不对 其实港股也是有很多东西 但是如果用一个投资角度 就真的是浪费 你投资角度唯一值得探讨的就是 为什么还会有人投资港股呢 以及 为什么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港股 有多浪费 除此之外 就没有什么谈论的价值 但是如果作为花生 说一下也无妨 所以呢 不如这样 我就在这里 开一个环节 就说一下 又不一定只是 讲港股 不过 以港股 集中以港股 又跟大家报导一下 比如上个礼拜 发生的一些 香港的金融新闻 如果你说港股 你很难爆粗 OK 不如我这个环节就叫做 GG财经之 爆粗港股 如果大家支持的话 或者有任何意见的 希望大家多多留言 多多comment 多多给like 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期望 有什么会 有什么意见反应都欢迎 希望这个频道能够越做越好 我们事不宜迟就正式开始了 这个 踏入七月之后 七一前夕港股就是威势势 这就是客鬼 港股对上的几年其实试过几次了 凡是七一前夕都夹高的事 让你以为这个事很好 然后七一之后就割你老美狗菜 但是就乐此不疲 继续有人愿意让他割狗菜 这也是 世事无奇不有 对不对 好了 港股就是 昨天就是最后一个 七月的交易日 结果就跌到太长了 跌了466点 跌到2万边 夜期就跌到2万 恒指跌到201几 跌了400几点 连续四五天 都没什么成交低过1000亿 当你这个金管局 就在那里巴巴巴巴又说 什么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 这个IPO IPO对上十三年七年冠军 只看这个港股成交 你也可以吃市 是吧 最记得 港交所第一季业绩的时候 是威势 你知不知道第一季 港股成交 是2000亿 各位朋友 2000亿 第二季 一跌跌两三成 1000多亿 去到现在 1000亿刀目 是吧 为什么呢 你问我 为什么港股成交 为什么港股成交那么强 港股成交那么强 我就想问你 为什么还要投资在港股 是吧 钱是正常的 正常都不会买你港股 港股其中几样 你要问为什么 那些人要买港股 其实是很炒的 很炒 而且钱容易流动 现在发现 你买下去 开始不流动 为什么呢 你没有成交 我走不掉 第二 政治风险越来越大 第三 我买这些港股 不如直接买A股 没有分别 所以 唯威唯 好了 七一 我们看看整个七月发生了什么事 等等 我做了一些功课给大家 都不能 都不会只是 吹 我看到 昨天的港股跌了几百点的时候 有几个原因 第一 说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没有成果 最坏美国佬 因为美国有连续两季 美国出到第二季的GDP 负0.9 两季都负数 美国衰退 但是美国衰退美国盛 那么奇怪 因为人家 觉得 息口可能会慢慢放缓 加息 所以就令美股 升上来 是不是呢 大家看看这幅图 这幅图里面 你看到 阴阳烛 即是红红绿绿的 就是港股 紫色的那一条 就是美股 这两道曾经交叠在一起 就是6月 6、7月 美股和港股的走势 很接近 一过了七一之后 港股 港股整个七月跌了多少呢 港股整个七月是由 差不多21,800 其实最高是22,000 在6月尾的时候 21,800跌到今天 20,01 终终跌了 接近1,700 港股 接近8% 美股呢 美股的道指 就差不多 由 七月 七一 我就计七一 那时候 美股大约31,000 升到现在32,700 足足 足足升了17,700 你港股七月跌了17,700 美股道指就升了17,700 OK 好了 我们先说一下有什么影响到市况 第一 拜登和习近平谈了两个小时 根据报道 是一个深入而坦诚的交流 但是没有实质成 这个不是叫交流 这个叫交流 两个领导人 讲了两个小时交流 干什么呢 中国的官方会后声明 没有提及到 好像上次谈的时候 有什么创造有利条件 争取恒稳自愿 自愿重返稳定的什么什么 什么建设性富有成效 什么都没有 关税方面不好谈 有提及到台湾 台湾有什么好说呢 台湾就是这么说 就是说 你一定要继续跟随 这个什么一中政策 你不要搞什么台独 什么什么 拜登 就根据新华社报道 拜登 习近平就说 警告你不要引火自焚 拜登就说 重申 一中政策不变 亦都不支持台独 如果你一中政策不变 又不支持台独 那你会来谈什么呢 真的好笑 两个小时 大哥 你真的很有空 两个小时 是不是 我两个小时 都拍了几条片 你两个小时 谈一些东西 喂 中美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分别 接着关税 没有分别 台海方面 亦都没有东西 谈了出来 不知道他谈了什么 是不是 所以呢 这就是第一个 有一个隐忧 不是的 因为其中一个焦点 就是Nancy Pelosi 究竟佩洛西 是不是去台湾的 现在佩洛西的亚洲之行 定了8月 会去好几个国家 问题就是 现在会不会去台湾 他会去日本 去韩国 去马来西亚 去新加坡 其实说真的 你先不要去台湾 你只是说这个亚洲之旅 其实都够你害怕的 他去日本 去韩国 去马来西亚 去新加坡 你猜他说什么呢 当然是联合来抗中 日本和韩国 一定会说这些东西 对吧 马来西亚 都恨到你 新加坡 新加坡是固惑的 新加坡是舔两边的 OK 好了 但我们来说回台湾 现在台湾 暂时 在佩洛西的行程 就叫做Tentative 暂定去 有个说法 就说为什么 港股会这么差呢 就是怕如果这个星期六日 落实佩洛西是去台湾的话 用什么拆枪走火 又奇怪 如果怕拆枪走火的话 美国人也应该很害怕 我们看看现在美国的股市 现在呢 绿针的时间是星期五的凌晨 美股还在开 哇 导致升200点 再升 Nasdap 升180点 Nasdap 升45点 当你港股连跌几天 美股连续升 美股要不要这么串 给你面子好 你这样不断升什么意思呢 串我们港股不行吗 好了 这就是大致上的情况 A股今天也是一样的 跌了一点 有什么重点的 我们讲讲香港有什么新闻 第一就是 外汇基金亏损1440亿 历年最差 这个就不要标题党 因为其实外汇基金是没有事情做的 大家也不需要 这段新闻我猜大家可能会有些 平台或者会变成一个标题党 虧了千几亿 第一 因为外汇基金是几万亿的 其实 老实地说 他虧了千几亿 真的不是多 你用的金额是很多 百分比不是很多 因为外汇基金其实是没事情做的 他卖了债券 卖了资产 卖了股票 他卖了钱 他不用做事 是不是 市星星的跌跌就跌了 所以 按比例其实他跌了几百分比 他四万亿的很夸张 不过 跟着市星星跌跌 就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 历来最大亏损 都的确值得观望一下 再加上 香港政府首三个月 大家知道财政赤字 是 1100亿 财政赤字 你不担保 这里 一季你又蚀 1000亿 那边又蚀1000亿 那之后呢 你下半年这里又再赤字 2000亿 这边又再蚀几千亿 那你没了几千亿 是不是 这个呢 我们再继续观望 那一件事是肯定的 就是财政赤字 就不断地抽升 就是说 你这个香港现在的情况就是 钱 你又不断地流失 然后财政赤字一升 那些钱又流失 是吧 双重流失 第一个流失就是你自己输钱 第二个流失就是你自己输钱 第二个流失就是你自己去美国 那你就明白 为什么港股那么高兴 你没有钱去炒什么 没有钱的赌场就是 没有人赌 跟澳门一样 是吧 澳门有版来看 香港的金融市场有版来看 大家不知道还没醒醒吗 就是 看着 我觉得其实也好 大家就看着香港市场 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赌下去也挺个人的 好了 港元策息 升队一离三 OK 有什么看法呢 如果有些 没有公开楼 包括小弟 我在香港没有买过楼 那就 可能你们网友比我更熟 但都可以说说 香港的买楼 就有 计曆息 一个P案 一个H案 P案是最优惠利率 P减多少 H 就是H加多少 这个H 就是香港银行同业策息 通常就以一个月作为一个参考 银行同业策息 就是银行之间互相借贷 我借给你 你借给我 我借给你 为什么银行借来借去呢 因为有时候 他突然间的钱 可能借了太多 他想要把钱放在那里 满足一个金管局的要求 他就可能会 和银行之间策借 如果银行在水 策息就抽升 你的策息 是由0.2 0.3 在2 3个月之前 还是0.2 0.3 现在抽到一来三 足足涨了一来 那么多 涨了很多 如果 以供楼负担来说 一来 如果一栋500万的楼 就有人计算过 经意是要给 差不多2000元来吃 18000给到20000 或者16000给到18000 那你觉得 供楼供多2000元 是什么负担呢 也是的 也是的 为什么 这个策息会抽升呢 就是因为 越来越少港币 不是越来越少港币 是因为 银行体系的钱就越来越少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 根据大和估计 他觉得 他觉得 香港的银行体系 去到8月 就可能会去到0 这个不用太担心 又不要太标题党 银行体系去到0 是没事的 因为还有外卫储备基金 外卫基金是很有钱的 他可以和你买 你订港元 他可以和你接 还可以 所以 银行体系跌至0 就未必是一件太大的事 但是 你这一个因素 那一个因素 还要计算 人们又走 又有移民潮 还有你内房 现在爆煲 还有你监管风暴 还有你外围经济问题 种种加起来之下 你看看港股就知道有什么事 对吧 好了 说一下有什么个别股的新闻 第一个就是 阿里巴巴 为什么 今天跌到 糟糕呢 其实阿里巴巴和腾讯 各自都有大股东减持的威胁 阿里巴巴就是孙正义 马云就是Nepster 阿里巴巴就由120元 一声跌穿了 今天跌了6% 好了 那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这样 传说 马云就想退下 蚂蚁的控制 如果一些朋友不是很熟悉的话 就简单讲解一下 其实一切的 就是成也风云就敗也风云 成也蚂蚁就敗也蚂蚁 其实阿里巴巴本身自己 就没什么 就是一个电商是很凶的 淘宝很凶的 但是这个凶呢 未足以令到他 即是未足以令到阿里巴巴 是成为一个 将会成为一个最厉害 最无可挑战 超越腾讯的第一企业 在中国里面 如果他没有电商 即是他没有马亚金福 他只是电商 其实就是Wallmark 对吧 Amazon之劲是因为 他有AWS 云端服务 阿里巴巴也有 亚里云 但是阿里巴巴其中一个劲 就是他有蚂蚁集团 蚂蚁集团 所谓的蚂蚁金福 就是用big data 去做一个小型的借贷 这个小型的借贷 你不要看小型的借贷 他的拨幅这么大 他淘宝用户 我不知多少 我认为几亿 每人借一点点钱 很厉害的 是吧 由于他那么恐怖 影响力 而他又那么超寸 他说中国没有系统 也没有系统 是吧 于是就被人一夜打炒 好了 现在打到怎么办呢 打到就是 你以为阿里巴巴真是好踏水 中国告诉你 任何一间企业 当他有好踏水 给人知道的话 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要负责 你就要负责国家级任务 你很有钱 国家有难 帮帮拖 买回内房债 买回恒大 所以 你不要以为阿里巴巴很有钱 他的免数是赚很多钱的 好了 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就要推些东西出来上市 其中最能够卡水 就是蚂蚁金服 就是蚂蚁集团 蚂蚁集团在前年上市的时候 最后一刻 一夜被打炒了 于是怎么办呢 唯有就不断拆了 现在马云是什么都不是 但是他还是 蚂蚁的 实质的大股东 那就麻烦了 那就麻烦了 因为如果你要转做不是大股东 根据香港上市条例 或者中国的上市条例 你一转了大股东 你是不能这么快上市的 但是他很明显 很想快点上市 知道为什么吗 没有钱 快点推上来 因为香港市场是水鱼 香港市场是水鱼来的 你看我的名创优品 我要补充 多谢有位网友指正了 我想说错了 香港再第二次上市的时候 他希望目标价是22元 最后是13.8元上市 我说错了 所以他不是跌八成 在香港 他只是跌一半而已 他只是 先看看跌多少 9896 13.8元上市 现在先 先 对了 那他不是跌很多 他算 而且最高 其实算是 十三个 对了 十五个四 最高 他不是跌六个几个百分比 厉害 好了 我们先说回阿里巴巴 那就 所以 现在马云 想什么呢 就想断绝所有 和这个 蚂蚁金服的关系 但是如果你断绝了 你又不能上市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由於 螞蟻金服可能會 暫緩上市 因為馬雲要退 馬雲要退,你不能上市 所以就令阿里巴巴不斷 借下來了 這就是這個原因 但就算馬雲不走 他還是要借下來了 OK 騰訊就跌了4.4% 騰訊就因為有大股東減持 哇 他最高峰原來是七百多元 七百多跌到現在 三百跌了一半 嘩 真高興 OK 好了 今天講這些科技股 裡面就講一宗新聞 就是 又打大老虎 OK 那先講哪隻大老虎 先 等等 那 那 這個大老虎 就是一個 令到晶片股 今天又再丟多腳 這個呢 是幾大顆的 這個就叫做蕭馬慶 不是蕭馬軒 OK 還是 因為當他是蕭建華的蕭 他什麼呢 這個厲害 他是工信部的部長 他是部長級 對不對 工信部就是工業及信息化部長 OK 好了 這個人 涉嫌違紀違法 他是正部級 OK 又是二十大之前 又不斷清理門戶 他負責什麼呢 各位網友 他是負責 推動 國內的電動車和晶片發展 而同一時間 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的總裁 丁文武 又被調查 現在在失聯 OK 那些人就猜了什麼呢 就和一個晶片行業的腐敗有關 再加上美國剛剛通過了一個晶片法案 這個晶片法案今天就不長講 說回中國的晶片問題 所以令晶片行業全部都跌了 那究竟 究竟 究竟是關什麼事 我們無人得知 究竟這個燒雅慶牽涉什麼的晶片問題 我們不知道 我們知道什麼呢 跟晶片最近的新聞 就是中芯突然說 原來一年前都可以賣7納米 這個不用理會了 因為他傾全國之力去做 細量的晶片 是可以的 那最後能不能夠商業地量產呢 這個我們不知道 或者可以 這個也不要緊 在一年前 或者叫兩年前 特朗普和你打這個晶片戰 或者拜登也繼續是 即是不讓這些高制程的晶片 流入到中國的時候 中國的時候做了什麼呢 全國大年晶 整個廣東省 過千間公司都研發晶片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有些夾水 這根本就是全民大煉鋼 就變成全民大煉晶 你要打美國人 你要負責晶片 你又搞晶片 我又搞晶片 你知道那裡卡了多少錢嗎 一說搞晶片 政府又補貼 現在的錢就在哪裡 當然全部都焦了 所以就出來出事了 OK 講一下這個蕭亞慶 他的怎樣掛法 在7月26、27日 即是剛剛過了幾天 北京就舉行省部級專題研討班 他們很喜歡搞這些研討班 那時候沒有蕭亞慶 你搞這個幹部研討班 他是工信部部長來的 如果他不在這的話 大家就開始猜是否出事了 在7月27日公佈了 二十大的代表名單 總共二百九十三個人大代表 所有部位 所有部位 的一把手 全部當選 就是沒有蕭亞慶 那時候就猜他已經掛了 網上傳說他曾經想割墨自殺 就被救 嘩 用不用啊 這麼誇張 首先他牽涉到晶片的貪污案 第二個說法 可能是牽涉到他弟弟 叫蕭亞雷的玉石案 這些就讓他有更多證據 才跟大家說這件事 先說一下蕭亞慶 他一直都在搞金屬 他搞金屬搞了幾十年 他在二十年前 就做中國女業的副總經理 之後就升做總經理 二十年前他也是四十多歲 是那時候最年輕的 這些大國企的第一把手 很聰明 到了09年 做國務院副秘書長 16年去到國務院 就變成正部級 負責多少國家的資產呢 人民幣四十萬億 牽涉 四十萬億 好了 結果就是這樣 違紀違法 OK 令到中國的晶片股 再多一點點陰霾 一聲就 晶片股就跌下去了 當然 內銀股 上個星期也不用多說 這個內銀股 今個星期也不特別說 因為之前也說過 內銀股也是只有一件事發生 大家在八月 反而我們期待什麼呢 就是究竟恆大 你是不是會被人控告他破產 現在恆大不斷做幾件事 第一 他聲稱行詞很好賣 而且他想賣很多車 他很好笑 他說行詞的熱售 他們不經用一個很怪的形容詞 已經是無可改變之類的 第二 他想賣恆大中心 這宗新聞也可以說一說 恆大中心 現在恆大不斷想拆骨 要錢 填堂 那就是說 恆大想賣了香港總部 不知改名叫恆大大廈 那 何謂三折 他買的時候是125億 他最高是接近150億 他現在喊價是90億 就長實集團入址 就說去逼他 你問我這個是不是李嘉誠的決定 我是很懷疑的 我很懷疑的 那 或者又這樣 或者李嘉誠當這幾十億是散市 但是 大家知道他一向出名 就算一元都算盡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李澤巨的意思 李嘉誠他 他在這十年八年之間 將香港資產盡走 撤去歐洲、英國 他還扔90億出來 扔在那裡 除非他當作買安家費 是不是 或者其實他的必 不知他必什麼價 除非他的必是很低 我不覺得李嘉誠會在這個時勢 會扔這塊錢出來 那我們就繼續拭目以待 但是因為是長實集團 大家就以為李嘉誠 李嘉誠 是不是他作主呢 我們再看 所以恆大不斷想賣東西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恆大就繼續希望 其實就像中共一樣 就是萬里大長征 希望走走走走 時間換取空間 不是 空間換取時間 不斷地填填填 希望那些樓可以賣多些 有多些錢 就填填填填 怎麼填 你怎麼填到兩萬億的債 而且現在不是你只是李宵爵 是整個內房燒著 這個我們再留意 好了 說過了 八月 因為恆大可能要上card 其實不可以讓他上card 他一上card 一提他的資產 全部都會變成泡沫 誰拿他的內銀 金融機構 債權人 就糟糕了 這是八月會發生的事 好了 還有一件事 就是下星期一 大家也會很關注 就是匯豐的業績 匯豐業績 匯豐業績 就是 其實匯豐業績就算了 其實最關注就是 究竟他會不會分拆 因為之前四月的時候 就是最大的股東平保 匯豐最大的股東是平安保險 是中指來的 OK 好了 平保就說 想他拆這個亞洲業務出來 其實之前一直都說了很久 因為整個匯豐集團 最賺錢就是香港 就是亞洲 佔六七成 OK 這個賺錢也是時少 也不是時少 也是重要的 因為他覺得如果拆出來之後 你的價值就可以顯現 股價可能會升很多 兩種股價 但是更加重要 也是一個政治因素 因為現在 世界對於香港的歐美 主要是歐美 對香港的反應 制不滿 就越來越厲害了 你想想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說明要你廢除這個國安法 歐盟華支持 英美不用多說 事實上 金管局和香港的 財政司 說過要擔心被制裁Swift 這件事 匯豐 你又是外國機構 你又拿著這麼多亞洲的情況 亞洲的客戶資料 那怎麼辦呢 所以對於平保 還有 你到後期 平保拿著匯豐兩成都有問題 所以大股東 第一為了錢 第二為了政治 一定想你快點拆出來 但是對英國人來說 當然不會想 你問我們 我們的態度 當然想你拆 你拆完之後 不倫不擂 你拆完 你拆了匯豐亞洲出來 即是變成一間內銀 看你怎麼死 我也想看 最後再和大家回顧一下 今個月的港股最好的表現 其中 頭五隻 我們五四三二一這樣倒數 今個月整個七月 最強的港股第五為 9698 萬國數據跌兩成 第四為 6060 中安在線 也是跌22% 第三為雙湯 雙湯這隻就是解禁股之後 嘩 這隻就是因為大股東解禁 馬上散水 吃個散水餅 一六元一砰 跌到兩元 那他就成為了 第三位跌26% 第二位猜不到 小鵬 小鵬 跌27% 27% 7月的時候 差不多是 130幾 跌到一百多寸 一百多寸 嘩 除了全民大煉晶之外 中國也是會全民搞電動車 因為電動車是最後一個 有得炒一下概念 第一位是甚麼呢 第一位大家想顧下哪隻股票呢 跌42% 跌42% 這隻就是 中國的雲端機構 明圓運 明圓運 雖然他今個月只跌了四成 但是他最高峰其實是六十元 跌到現在七元 跌了九成 如果以高峰來計 跌九成 這隻股票其實是做甚麼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做 SARS 產 這個就 先說 做這個 SARS 其實你當作軟件股 是吧 做很多網上服務平台股 先說說他有甚麼 一間中國做雲端的SARS公司 有一段時間這些SARS 這些SAAS 就炒得很熱 簡單其上 我當他歸納為一個平台股 最多是甚麼平台呢 就是那些內房的平台 所以有甚麼內房全家產呢 這隻也是全家產的 先說一些股東方面 你知道他有甚麼基石投資者呢 高嶺 出名 GIC 新加坡投資公司 有一個叫中國結構改革基金 紅橙資本 黑石 黑石 負責 加起來 兩億七 這班傢伙就恭喜你了 跌足九成這隻股票 別人做雲端 你做雲端 別人Microsoft做雲端 Amazon做雲端 雖然Alphabet 你做雲端 大家知道 他快出最新一份業績 在第一季業績 就是三月出的 那份業績是怎樣的呢 收入增長三成 很厲害 去到二十一億 二十一億的收入 結果 虧損三億 賺收入二十億 虧損三億 即是你的成本是二十多億 你可以說 他在研發當中而已 還在研發當中嗎 這間公司成立了二十年 二十年還是虧錢 這些東西看也不用看 就知道是鬼股 整個雲端的名字出來 這樣給他香港上市 就割你狗菜 那你的港股有什麼辦法不死呢 今天的諸子財經爆粗港股 第一次測試第一集就這樣 大家歡迎多多給大家意見 我們明天一點鐘再和大家見面 多多支持 支持我的節目 訂閱 按讚 Patreon 謝謝 下集再見 拜拜